要挑戰連任的五黨籍先議員楊華美 原本只是想用參會募款的方式來慶祝總部成立 不過因為支持群眾太熱情了 因此她特別改到了美輪飯店舉辦 支持者不畏風雨前來讓現場是座物稀席 而楊華美她也上台支持 再次獲得挺美支持者的熱情掌聲 五合一大選在即 今年要挑戰連任 社工出身的五黨籍先議員楊華美 數日晚間在美輪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 儘管當天下了大雨 仍不減支持者的熱情冒雨前來 參會除了有樂舞表演 還有新一名姐妹和特色店家支援的美食甜點 並有多位親友上台提美分享 我在議會裡真的 很多議員的同事都跟我說 你擾動了這個現場 那所以我告訴你們 這一席 真的撐在那裡 沒有那麼容易 紅美的恭喜加油 楊華美上台致辭表示 當年第一次競選高票落選 第二次高票當選 今年第三次參選 也是首度挑戰連任 不僅是對她的考驗 對華聯市選民結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我也沒有政黨 我也沒有好朋友 我也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政治這條路是靠我自己 以及我的團隊當中是夥伴 我們一起摸索的一條的政治的路 我們從第一次當選之後 我們進到議會之後 我們不知道怎麼會堪 不然都會笑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會堪 我們就想說為什麼我們的同事 都是會堪王 為什麼我們不會辦會堪 會堪怎麼辦怎麼開始 但是從這樣子的不會到現在 我們知道該怎麼做 從一個深色的人跟各位一樣 願意投入這樣的資源 熱情時間 來協助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人 參與政治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都是振奮 都是鼓勵 也讓我們有信心 讓我們最大的努力 與學習 來認識這一切 當然 最要感謝的 不但是我們的工作 還有現場的朋友 當然還有就是 這些贊助我 藝脈品的藝術家 謝謝你們這麼多年持續 有很多位都是持續一直 每次選舉都會支持 藝術品的我朋友 我在此真的跟各位 再至上最終的謝一道 參會現場 另有攝影師金磊 藝術家陳水南等人 贊助作品競標 金磊攝影作品 順利以三萬元售出 另外還有在地有機農 手作職人 也提供農產加工品 與手作品藝脈 2018年大家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大家都會 不不要防你 今年四、三年多過去之後 大家知道你是誰 你是個小麻煩 大家就知道 你可能沒那麼聽話 所以呢 一定會有各式各樣的主力 我很希望在座的各位 如果支持洋房美 信任洋房美 洋房美是一個乾淨清零的人 她不會被任何人綁架 不會被任何金錢 金權綁架 所以大家要相信你的朋友 而我也會 符合大家期待 好好的 做發明好議員的角色 所以今年的選舉 請大家務必 不可以鬆懈 一定要一票拉一票 務好每一票 我希望今年的選舉 一定要衝到五千票 有沒有信心 楊花美表示 越來越多人體悟 自己也可以是改變現狀的堅定力量 不管是出錢或出力 動腦或動手 將帶著每一股挺美的力量 期許今年再次走進議會 為人民監督何發聲 記者長幫彥豪臉書報導